时间呢 还是来到这个 1999年年末2000年年初吧 就这时候前后发生的事 说这个也就在昨天晚上的事件 没有几天之后 这时候杜城他们又回复了风平浪静 上海天津哪也不去 就在这个北京待着 天天呢这班人就给支哥家吃 给支哥家住 而且啊支哥家我跟你说就赶上个大车店了 支哥家就是提供的这个吃住部署 包括他们开的车 这基本都支哥家的 支哥家有三四台车 就在门口这个他家这个四合院嘛 有个小型停车场啊 就在在四合院门口 然后车钥匙呢 就给这个一出门门口 这个有个门廊底下 哎有小盒 你到那里面咱说出门办事啊 是里面有个奔驰去的 哎有一个这个丰田 你赶上哪个车 你上哪个你就拿那钥匙去开 哎因为有时候他们 你比如说宝哥从河南来的 他没他没开车 哎那到这个北京开谁车 开支哥车 哎杜城也一样 所以说他家还有三四台公用车 商务啊 奔驰啊 包括这个当时的三菱等等 好几个车包括丰田啊 那这一天呢 是两千年左右的这个年初的一天吧 杜城没啥事 跟家带最近走的比较近 啊大伙也都知道啊 杜城没啥事 因为家带愿意跟杜城在一起来往嘛 跟杜城这小子来往 有啥是好处 就是没有压力 你看杜城管马三管家带 哎带哥 三个随之管叫广哥 剩下其他的朋友呢 年轻也都叫哥 该叫哥叫哥 你像李小勇啊 你像大智 多多少少有点价 就智哥都是 你看谁见面 不得叫上智哥 你管智哥叫大智也不行 岁数也带着 所以说跟这个小城啊 来往是最最没压力的 小城天天跟 家带在这也没回深圳 没啥事 他们总在一起去 有时候带宝哥 有时候就不带 因为宝哥吧 说实话 相相对来说吧 心眼还是少点 诶 实惠点 批小城 小城也基本挺贵 这不嘛 这一天 下午几点 六七点钟 宝哥是中午睡了个五觉 一觉睡到几个六七点 啊 中午喝点酒 醒了之后吧 大伙还记得咱们 宝哥在济南 收了个兄弟 叫这个王彦军 王彦军 也带到北京城了嘛 听见跟着他给他开车 哎 他要上打 那王彦军跟着上打 他睡觉 王彦军也睡觉 但是这时王彦军醒 瞅瞅宝哥 宝哥写的瞅瞅 哎呦我怕 哎 夜了 那个宝哥 快七点了 哎呦擦 你饿吧 宝哥 我 我不饿 晚饭我也没吃 中午吃多了 哎那谁呢 诚哥呢 你诚哥呢 诚哥好像厨去了 我听说好像有什么饭局 菜嘛 饭局不找我呢 啊 那谁呢 志哥呢 诚哥 诚哥 好像说上他父亲单位去 诚哥上他爸单位去看他爸子了 诚哥上 那谁老 金利老黑他们呢 老黑他们好像出去喝酒去了 找我 我没去 啊 因为你这个密切 这宝哥也瞅 嗨的 屋里上下就咱俩了 啊 对 就咱俩了 宝哥讲话了 嗨的 这帮比遥啊 吃饭喝酒不带咱们 其实眼睛一看 宝哥睡觉还没着 宝哥瞅瞅七点 呃 饿不 我吃不吃都行宝哥 随你 宝哥讲话那么的 咱们喝多了中午 那啥 啊 晖心挺难受 咱俩去洗个澡去呗 泡个澡 然后他们饿了咱俩碗吃点夜晓得了 洗个澡 半夜咱俩吃点夜晓回来 行 那个宝贺听你的 那一个司机先保镖那不得听宝贺的 宝贺讲话走 这不宝贺起身了 起身来到志哥家这个门斗里面 就随便 一样验军说拿把车 哪个车在家呢都志哥家 到辉煌洗浴门口 这时候他来的时候正好是七点多钟 这个洗浴就是晚上 你看白天还没啥 到这个门口吧 他就发现这个门口停车的地方满了 因为黑黄洗浴挺大 但是门口啊停车的位置并不多 一共就那么十来辆 哎停车的地方 你要再停的话 那就得往道边停 沾满了牙子或者是挂着啥 这燕军王燕军瞅瞅说 哎呀停满了 这停道上 宝贺讲话 那不那边有电话 往那边停 紧接着就往前面停 这王燕军开车就往前走 就离这个洗浴不远 也就是能有个三十米 啊还有一个洗浴中心 这洗浴啊 就是在辉煌洗浴开的 后开的 也就是刚开一个来月 上次来宝贺洗澡的时候 还没看着呢 今天来呀就看着 一瞅那大牌子叫啥名呢 叫蓝鲸鱼 大洗浴 车就停在蓝鲸鱼大洗浴门口 他家的洗浴门口 什么老关着呢 啊很多控车位 这不就把车停那呢吗 王燕军车刚停那 跟宝贺刚下车 还没能走呢 门口那个保安呢 就看见 啊保安上前 哎哎大哥 那个洗澡啊 到咱家啊 咱家新开的 里面可好了啊 我那什么 我上那家啊 那个哎大哥 上咱家吧 咱家新开的 里面这个设施也好 水也干净啊 而且服务啥也好 上哪都是个习惯啊 宝贺瞅瞅 宝贺也没想干没的 就想去洗个澡 下次吧 哥们啊 下次哪天呢 哪天再站你家 啊 今儿今儿上海上那家啊 哎 饮宝贺给对面 那个辉煌洗浴 都有东西啥都存 那样的 就洗浴中心 自己用的一些东西啥 都敢那样 有个棍儿 宝贺这不转身要走吗 这服务上一瞅 别别别别 大哥 哎 宝贺一回头干呀 大哥 那个 你要是不上咱家西岛啊 那你的车 停这个可不行 哎 宝贺这脾气能惯他吗 一瞅一个机会保安 有笔仔子 宝贺眼花 这停的干了 咋的 不是上你家西岛咋的 你家车位啊 那都他妈公用车位 啊 你家的 不是大哥 你看你好好说话大哥 那咱家门口吗 这不 你家门口 离你家 害他们有十来米呢 那是你家这门口吗 我堵你家门了 就他妈停那了 他妈的咋的 见他妈的 开你家猪里去 牛逼给我砸的 妈的 走 哎 宝贺就这脾气 这不领着王爷军脸 这不就转身走了 走了 二十米多 都开外 不就那灰光洗浴了 就进屋了 俩人进屋 那宝贺眼花了 走吧换衣服 该洗澡洗澡 总来呀 清晨熟路的 泡完澡 他们按摩的 宝贺赫在这屋里面啊 咱就说了 没发生啥事 那咱再说这个服务生的一块 这保安一瞅 就把宝贺他们走了 啊 再瞅瞅宝贺的车 宝贺开的不是什么 特别好的车 啊 就一辆 那个那个 估计当年也就二三十万啊 三十多万啊三十十万的 一丰田吉普 妈的 服务生进屋了 这个保安就进屋 网屋这么一进老铁啊 一进屋 正好啊 看见吧台啊 有一个这个 属于这个服务生跟服务员的 这么一个经理啊 大厅经理 也算是一个保安经理 姓赵就赵强了 啊 强哥给那个啊 叼眼啊 跟他妈的吧台聊聊 聊课 强哥 赵强回头一手 啊 咋的 强哥 那个 门口就不来个车 然后他妈的 我让他 他他他上 这个辉煌洗 洗澡去了 我让他把车啊 挪走 他不挪啊 完了还给我骂了 是牛逼 给他车砸的 说话可冲了 俩人 赵强一听 赵强挺社会的啊 赵强一听 咋的 咋的 让他挪不挪 给你骂了 对 俩人 一个胖子乎的 一个受不羁的 啊 开个几个丰田 咋的不啥好车 他要是真开奔驰吧 估计这小子 还不一定说这事 哎 因为他觉得 就北京两千年 开这个丰田 满大道都市 你说你做啥比 多大手啊 赵强一听 车在哪呢 啊 车就在门口 那个停车场 那个啊 妈的 你懂不得 上那个 后面找个大查锁 啊 把他那个机部车 给他锁着 哎 车他锁上来之后 服务生什么乐呵 回来的 新讲话呢 你回来 你看着你不得找我呀 啊 你找我今天 你不说两句好话 都不带机部车 你开走的 对不对 不行 这关销的存车费 擦了 那老鞋 锁上之后 没当回事这些人啊 那咱再说宝哥这边 这宝哥这边 进屋洗澡 七点多钟 洗到八九点钟 这洗袋搓了啊 然后上楼 又摁了一个多小时 摁 哎 摁完了 这工程就十点半左右了 都快十一点了 宝哥也就摁饿了啊 宝哥跟那个 这个王彦军 他俩是一个屋啊 没分包 没干别的事 就是洗个澡 宝哥撤 彦军 哎呦 擦干嘛的 十点半了 啊 你说给他嘎碎呢 还是急把咱走呢 还吃点东西呢 燕军也瞅啊 宝哥 我在这真有点饿了 不行咱俩出去吃点饭去 哎呦 擦了 那就吃点饭 吃点饭 然后咱就回去睡觉 啊 你妈比杜城 他们有机不妖 这金丽老黑 他们也不带来了 妈咱哥俩玩 不行 他们咱俩找个地方啊 这不 宝哥跟这个王燕军 俩下楼了 下楼的时候 就十点半吧 买完蛋啊 出门了 也没 黑天呢 也没注意啊 不像白天啊 你车车 插个插锁能看着 黑天没注意 王燕军也没注意 啊 这不上车 王燕军就上这个司机 这个 这边趴一开车门 宝哥从副驾驶就上来 啊 王燕军打着火 宝哥讲话 走吧 咋俩他妈的 吃点啥 吃点火锅去 不行啊 俩人讲话 吃酸羊肉去 一打火 一开 咕噔 啊 那车呢 肯定的咕噔一下子 这一下子啊 就往前 他也不知道啊 他往前这一带的插锁 连那个龙骨 啊 再加上那个前保眼杠 咔嚓这么一一转 啊 油门踩得还猛点 就听咔嚓一声 龙骨呢 就都坏了啊 包括前前前 前保眼杠 道学讲话 哎呦我操 操什么点呢 宝哥 啊 有猪子是有啥呀 宝哥讲话 我也没看到有猪子 下车看看 这不王燕军就下车了吗 等下车一看前头 啊 绕到前头 宝哥一瞅 哎呦我操你吧 谁给车锁 锁个大插锁呀 啊 前面那保眼杠 那直接就去把干 那个掉场子了 不说 那个轮主那嘎 也就不磕坏了 也掉漆了 啊 说你妈谁长的这是啊 啊 王燕军讲话 宝哥 能不能是在洗浴上的啊 刚才人停车 咱想走 咱不走 宝哥一想吧 操你吧 找死是吧 啊 用这种手段 可能对付个其他人 啊 这他妈不找死吗 宝哥讲话 你妈的操你 宝哥当时就上劲了 找 啊 这王燕就是跟着宝哥 就就往那个 当时这个蓝鲸鱼 大洗浴就进去 晚上十点多钟 我跟你说 这时候洗浴中心 人还不少呢 进进出出的 哎 有什么这个洗完澡 滴了他家能汗征那啥的啊 哎 滴了筐走的 男男女就啥 宝哥一大厅 一开门 这个门口的服务生 已经去进屋了啊 因为这个点人 就是新来的客人就不多了 给屋里面 能看见外面来人再出去啊 在屋里站着 有那保安站着 但不是那个保安类型 换班了 他妈的宝哥一进屋 一推门 这小一整一下 欢迎光臣先生几位 老哥眼花 你妈的 把你家他妈经理叫了 哦 你妈管事的 啊 宝哥都过来 找死啊 不想干了 宝哥进屋就开嘛 这吧台不知道咋个事啊 吧台不知道啊 没注意 都没听 这这宝哥 咋了大哥 咋的了 操你妈 把我车给我锁上来 你家啊 不让我停 我停的 把我车锁了 啊 车都这么干坏了 来 把你家经理叫来 说经理啊 你来 那个客人操着把火的 那个骂人的 说咱家把他车给锁了 说车坏了啥的 啊 说是让陪车呢 马经理都不知道咋个事 啊 说我下去 我看看去 啊 赵强也听见了 赵强也从里面 这个一楼这个屋里面 也往处走 还领两个服务生过来 西东就有一个 就刚才站岗那个保安 啊 赵强新讲话 咋的 妈的 比那锁上车 那小子他妈没看着啊 他也没心得 能把他车整坏 明白没 这事都赶到一起来 他心得一出门 又操 谁把我车锁了 找参加 商量商量 他说两句 你说两句好话 说唱起来 以后别停了啊 跟你说 可能就拉倒了 明白没 哎 损他两句 他没心得把车整坏 这他妈妈经理新下的楼 马经理一瞅 啊 咋个事啊 把哥讲话 你你你你经理啊 啊 我是这经理先生 啊 这是怎么的呢 把哥讲话呢 我他妈上 他妈洗澡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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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澡 车厅你家门口了 车他们给我干坏了 你家门口给我 给我锁个大厕所啊 咋的啥意思 我经理讲话 不是你上站架洗澡啊 上哪儿洗澡 我上隔壁洗澡去 啊 你上隔壁洗澡 把车厅站架停车场了 啊 对啊 咋的那你家停车场 那不公用的吗 那不 那不那不 那不他们市政府话的吗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我停那是什么的 我经理讲话 别别别 别吵着啊 别吵着 我问问咋个事啊 赵强那时候也过来了 哎 牛逼轰轰的啊 吊着烟还 咋的了啊 马哥 啊 赵强啊 咋个事啊 这客人说说说 说什么的 说是 说那车呀 你们给拿车锁 给锁上了 是咋的 客人开车 没注意把车都给整坏了 赵强一瞅啊 是 我让服务商锁的 马经理一瞅不沈 你这不找事吗 是不是 马经理这个人嘛 眼睛挺好的啊 你这 你这不找事吗 不是啊 我要锁的咋的 谁谁谁呀 不是 马哥你不知道咋个事啊 他们咱家服务商告诉他了 别往这家停 他给咱家服务商骂了 咱们的 锁了咋的 锁了咋的 锁了说锁了的 你自己没看着 你开车 你把车干坏了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锁都坏不坏 锁都坏了 你没锁呢 宝哥一听 你妈的 你是不是 他妈欠揍啊 你家是不是 那么不想干了 赵强一瞅 大哥 你别操这把火的啊 我这么跟你说 这车啊 你自己修 车锁没坏的话 你还得急不交停车费呢 知道不 那车费就是我家的 你不上我家去早 告你了 不让你停 我没关系 你要十块钱停车费呢 知道不 按那个小时收费 一小时五块钱 你都得交个十块二十块的 啊 那谁要去拿钥匙 把他车开 让他就不走 赶紧走啊 以后别停着 一个服务生一听 我知道了 去求要去 老师一会儿 咱们 让我拿停车费 我车干坏了 不给我修车 让我拿停车费 照相机手 咋的 不告诉你了吗 不让你停的嘎 你停的嘎 咋的 啥意思啊 有招是死先啊 没招死先 别敢在这儿喊 喊啥呀 我操你吧 你妈的 你是不是欠揍啊你 赵强一瞅 哎呀妈呀 我看看谁他妈 谁他妈要揍我 来来来来 有人要揍我呀 老爹 呼啦一下吧 从这里屋就冲出来 当时第七八个服务生 跟报案 人家一楼就是随时随地的 一操操 就出了七八个 在家赵强领这两个 加在一起就有十个人 呼啦一下就冲出来 这马蜂海也丑 赵强啊 别惹那麻烦 那个哥们啊 你看不好意思啊 那你停这家子 肯定你有点毛病 然后那个咱家停车 是告你别停了 你自己没看着 你不行你自己修车吧 然后你走得了 先把个人讲话 你给我滚毒了 你妈咋的 啊 出了十来个人咋 还要揍我咱们的 赵强讲话 揍你咋的 你他们说话好听点啊 说话不好听的话 你那车他们走不了的啊 哎呦我操 燕军啊 我给我揍他 哎 宝哥讲话 燕军我揍他 因为王燕军不收服的 当司机兼保镖吗 宝哥讲话 给我揍他 这宝哥一指挥 王燕军是挺懵 但王燕军吧 他不是掏墙啊 对不对 掏墙也当过兵兵王啊 专业运动员 跟不专业的就不一样啊 王燕军是属于街头混的 打仗 也就是 你讲话 他挺猛的 他打个一两个 两三个 他背不住 怎样有机会打两个啊 你说十个八个 像掏墙一脚一个 他不可能 王燕军这么一迟疑 何解说 哎呦擦 宝哥 这你妈的 这十来个人 我能打过吗 我动手 他不一定害怕他挨揍 他怕他动手 宝哥在挨揍 没没没 他肯定打不过 而且洗澡也没带 啥家伙事 这王燕军也瞅不着 宝哥 那个不行 宝哥 瞅啥的啊 揍他呀 王燕军讲话 宝哥 王燕军啥意思 那意思 咱别吃亏 咱回去再研究 哎 就拍这个宝哥肩膀 宝哥 这个 擦你个完蛋玩意 宝哥讲话 我他妈给 我我我 你等着啊 兔崽子 你家是真的吗 想想黄啊 你等着 我他妈叫人 给你家砸的 今天啊 今天不是撤的事了啊 宝哥把电话 就拨给谁了 就拨给杜城 那有人说 杜城干啥呢 杜城 正跟家代 他们在外面吃饭 啊 家代给北京当时 啊 有几个朋友 声音上的啊 包括当时 家代手下的 这个有两个兄弟 左算跟江林跟着他 家代 家代有些声音上的事 杜城没啥事 也赶着个饭举子 跟家代正吃饭 聊天 在一个包房里啊 在一个酒店的包房里 咱聊了事 杜城的电话就响了 杜城一首宝哥 有来点险呢 宝哥 这比睡觉醒了 可能没吃饭啊 我告诉他一声 哎 啊 啊 宝哥 这宝哥还没等说话呢 啊 老铁 赵强一瞅 怎么的 啊 宝哥眼花 你等着啊 好 今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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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我跟你说 是你家脾气 给你家店给你砸的 啊 啊 啊 杜城 话刚说完 这个杜城 这赵强一瞅 擦你们 找人啊 啊 我去你嘛 框极的一电炮 哎呦 电话之间就砸掉了 电话一掉 宝哥的电话一掉 正好啊 不偏不正掉地 就把这电池 就给拽掉地 拽开了 跟这个机器 就分离 啊 杜城这接电话 就听 啊 说什么 擦 一操就啪 然后哒哒哒哒 就就忙阴了 啊 都上大门 操着把火 打起来 啊 再往回 就不通了 这时候啊 再说谁 他 这个赵强上去 给宝哥一电炮 旁边的王彦君一瞅 本来没想动手 但一瞅 他妈打宝哥了 这不行啊 吧台上有个烟灰缸 这小子顺手 操着烟灰缸 手上也没拿着刀 也没拿着枪 其实他有把枪 啊 但到京城 那个宝哥特意 找这个渡城 他们给他配的 啊 找家带的兄弟 咋给配的 配吧 就把五加四 但洗澡确实没拿 啊 车也没放 就赶资个家 这他妈一言会 跟上赵谁 赵强脑就拍下 我操 一拍赵强的脑袋 紧接着第二下 还没等拍 也就赵强身后的 这些兄弟 包括保安 门口的啊 等等的一帮 呼啦下 十来个人 赵强跟宝哥 去你妈 这些 操 他灭过去 往脑上 光光就开砸 知道吧 那还有好 那十来个人 打他俩 紧接着 这就是 两个毫无的都家 毫无的 后面有个 保安室 就一楼 赵强的办公室 这家 听康的 臭 给他俩一顿小 包括当时的 王彦军 那老铁 这时候 咱再说谁 宝哥跟他俩 挨揍的过程中 宝哥都打懵逼了 给宝哥 没听清 说咋的 但是感觉 好像操着把火箱干账似的 然后电话就打不通了 啊 这杜成给宝哥打电话 打不通 家带还问呢 说咋的了 诚哥 没事 宝哥来电话 怎么打不通呢 嗯 哎 杜成把电话 就拨给谁的呢 就拨给金利 哎 金利给外面喝酒呢 跟老黑他们一帮啊 嗯 金利啊 哎 哎 哎 诚哥 呃 你在这个家吗 没有啊 那个 那什么 那个 宝哥好像改那个啊 对吗 我们走的时候 宝哥睡觉呢 跟王燕军 我们喝酒去了 吃饭去了 程哥咋的了 啊 你离这个家远吗 我离这个家 也不太远 也不近 走到这十来分钟 咋的了 程哥 没事 宝哥来电话 再打打不通了 我听超着把火的 好像是 然后就 就那啥呢 就打不通了 那谁 那个 那个 王燕军的电话 你有没有啊 金利一瞅 啊 我有王燕军的电话 小程没有 宝哥司机电话 是怎么的 啊 你把王燕军的电话 给我啊 或者你给他打一个 也行啊 你问问他咋的了 宝哥来电话 好像我听到动静 好像就不打仗了 似的 啊 不知道赶紧搞的 你问问 啊 金利一讲话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问问程哥啊 金利拿电话 打谁呢去 就打这个王燕军 王燕军啊 对不起 你所不打的电话 不太服气 咋的了 因为王燕军 在屋里面 一样一根大钢管子 电话都打碎了 在兜里摔了 没偷 你那拿了钢管子啊 到那屋里 臭你妈 你动手打 打我 在裤兜里 把电话都打碎了 啊 这时候宝哥打的 哎呀我擦 大钢管子雷的啊 宝哥那老瓜子 打坏也都出血了 哎 别打了 哎呀我擦 别打了哥们 别打了 我服了 有人说宝哥这么拉呀 那那他把爱揍去 俩人 那十来个人打他俩 那那你 这玩意儿 你这宝哥也不是社会人 那一打就服了 这姑娘啊 正好谁呢 赵强正训他 他擦你妈 挺能逼啊你啊 装逼吗 啊 还装不装逼了 靠你妈 哎呀哎呀 别打了 哥们 我服了 不挺牛逼吗 还咋电是吗 啊 哎哎 别打了 别打了 哥们 哎 服了 服了服了 服了 哎 宝哥新讲话 好汉不是眼前鬼 没毛病 这家给打的 我擦他妈的啊 宝哥讲话别打了 正好这会儿 这马夫还也进过 马夫还讲话 赵强啊 赵强 赵强 赵强拿去 被钢管呢 啊 啊 马哥 你看这门口 他们开的车也不闹 那都不是一般人 啊 那封田也好几十万 那时候 两千年 啊 说那他们都不是便宜车 那人都不一般 你别打 打出事 啊 这不惹麻烦吗 再说 人家车 哎呀 就停一会儿 你这 赶紧走吧 这再打不打出事了吗 行了马哥 你甭管了 啊 我一会儿什么 收拾 让我家的走 那也就在这时候啊 咱出来 咋的了啊 这边 这杜成的兄弟 尽力打电话 给这个王爷 就是也没打通 啊 马上就给杜成回过去 杜成给他吃饭 也都一直都没 都没静心啊 杜成讲话 啊 咋的了你 嗯 喂 啊 打电 哥 这个 打不通啊 打不通 擦干嘛 能不能说啥事 啊 给宝哥打电话 也没打通 啊 给王爷军 打电话也没打通 你这么点 金丽啊 你这个离家进不进 离家进的话 你回去一趟 啊 结果这时候 咱在说 喜遇中心这边 宝哥跟当时的王爷 王爷军啊 一定被打帮了 哎 那脸上都总了 哎 这时候 这赵 赵强啊 瞅瞅 服气不啊 服不服 那个 服了大哥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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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看你这眼神 好像也不太服 啊 你要不服的话 你随随随随地来找我来啊 我他妈叫赵强 记住了啊 他妈那惹事啥的 你看个家门口啊 这家 这家叫啥名 叫南京 南京鱼大喜悦 看明白吗 我知道了 哥 啊 去 把他车也来 开开 让他拿滚足的 我宝哥跟王爷军 俩人就起来 俩人从这 俩人从这屋起来 啊 也也没敢再放下狠话啊 俩人就出门了嘛 俩人就一上车 啊 这时候啊 王爷军瞅瞅 宝哥 那个 我电话坏了 啊 打碎了 宝哥演话 操你妈 我这电话 宝哥走的时候 可把电话捡紧了 自己的电话 不被打开了吗 电池跟那个手机啊 哎呀 开机 开车 先上医院 宝哥为打鼓枪 那棒子就不笑 闪着脑袋上都笑了 说开车往医院去 他来往医院赶的过程 怎么啊 电话就打通了 这时候杜城一直跟家带 老师也是 就是激动不了精力 他就和解宝哥这事 早一圈没找着 一手电话响了 宝哥的 喂 啊 宝哥 在哪呢 哎呦 擦去吧 成啊 我他妈让人给打了 啥 我说我让人给削了 你他妈让谁给削了 啊 谁他妈敢打你啊 哎呀 擦他妈 那个别提了 他妈我现在我现在往医院去呢 我跟他妈王眼君都要给打了 你先上上那个朝阳那边 有一个这个同心医院 你上这同心医院来吧 我马上到同心医院了 啊 啊行 我先往那去 擦 因为啥呀 杜城这时候车我家带 行了 带哥 啊 咱那个也别喝了 那啥 那个 这么回事 那个他妈宝哥让人给揍了 怎么的 宝哥让人揍了 谁打宝哥 疯了他 找死了 废话不多说 我就来到医院了 等这个一进医院啊 宝哥被打过相 包括这个王眼君啊 被打过相 王眼君打了皮宝哥还严重 啊 鼻青脸肿呢 他刚管他小 医生给给给给 给这个做处职啊 这边小点笛 他挂上了啊 学校院这 哎呀 操 宝哥不禁打呀 讲话 哎呀我操 这家给我打的 啊 你妈的 来来来 蓝鲸鱼 我他妈给他打成蓝鲸铃 你妈的啊 王眼君讲话了 宝哥 刚才你就不应该动手 啊 你打电话啥 你激怒他来 不是你 对了 你他妈司机接保标 你挺猛的 你怎么一个也没撂倒啊 哥 那人太多了 而且我怕你挨揍 我就没敢那啥 再说我也没带家 都说你猛 你妈打仗挺猛的 这个王眼君猛是啥 拿枪猛 他没枪他也不猛啊 你得看谁 这不是个 真敢着操着把火的 杜城来了 杜城先到的 跟家带 杜城跟家带一到啊 到这处职室 正好这没住院处职 那妈打着那妈一进入 哎呦 我操 啊 宝哥 他心里可能是跟谁有啥 争执着眼睛给打了嘴巴 没想到打这么狠 脑袋都出血了 打这笔样啊 谁打的啊宝哥 咋的啊 你看杜城平常跟宝哥互损 真看宝哥被打得比一样 杜城给亲他 谁给打这样啊 啊 燕君你跟 你跟着在一起 哎呦 别提了 啊 成啊 叫兄弟们 啊 叫兄弟了 啊 吉利老黑他们都往这赶的 咋的了 你妈的 我他们洗澡去了 起来你们吃饭也不带我 我这吃饭的时候 你睡觉了呢 啊 我走的时候 我现在你跟吉利他们吃饭去了 我就没叫你 吉利他们喝酒也没叫我 我他们睡觉 睡到几点 睡到晚上七点钟 我心我跟那个燕君 我俩去洗个澡 摁个摩啊 上那辉煌洗浴 咱们总去那个 杜成 我叫兄弟一会干的 把随着往下叫来 把他家店砸的 杜成一吵 要保安揍了 对啊 保安 不是 宝哥你这怎么 天天他妈的总挨揍你 而且一打你的 都是基本保安的服务生啥的 不是 我 我 我他妈想挨揍啊 你们他妈吃饭不叫我 我那他妈挨揍吗 行行行 别吵 一会儿 智哥也来 一会儿那啥 哎 不大一会儿 但是我呢 智哥也到了 包括吉利老黑 他一帮二红三猴子啊 大伙往后一进 啊 一瞅 哎呦我擦 宝哥被打的不轻 啊 智哥讲话是打这样的 杜成就讲这个经历 讲一下过程啊 智哥一听 擦 这洗浴中心 真是他妈做做死 啊 他妈谁开 他妈 打他 打谁 他刚开业 这是要黄的节奏 啊 小声讲话呢 走 那个 那啥 宝哥 你那个行不行啊 你那不行的话 你赶医院打针 我我得兄弟们去啊 不就那个 南京 南京鱼吗 就改辉煌旁边吗 我去给他砸他 他妈给你出口气 宝哥一吵 等会儿 我行 你行啊 我咋不行啊 啊 我他妈必须行啊 你打我那小子是谁 你都不知道 哪个服务生 都得问都不知道 啊 打我那小子 长啥样都不知道 我得跟着去啊 我不去 我他妈能能能能能能能 能出这口气吗 都成一丑 行 啊 那一起去吧 智哥 大只一丑 都成啊 那个既然你们都 啊 都那啥了 那我那那那我就不去了啊 啊 那个 那个那那啥 那个那那你们去吧啊 那用我干啥呀 智哥这时候 虽然大了 就不找参与后期的事呢 就像我说的啊 成个讲话行了 你个不多 你个不少啊 你回去吧 杜城领着当时宝哥 还有家带 马三啊 你包括当时 左轿江林 再加上当时他手下的兄弟 十五六个人 啊 开车就奔着 当时咱说这个 南京的大学 车往蒙手一停 这些人巴巴巴一下车 兄弟来的时候 咱说的金丽老黑他们 都带着家伙事来的 都是拿枪带炮的 那咱就不用多说 车往蒙手一停 这个赵强啊 他不知道自己 什么这大事 但是喝 改屋里面喝着小茶水 跟着几个保安 还吹牛逼呢 到咱家的门口 他妈 耍手无赖啊 妈打出去 打的都轻 这吹牛逼呢 门口啪 撑着他们把门口 这个洗衣中心的门 就推开 推开门之后 杜城往屋一进 这时候宝哥 当时被打伤了 啊 胳膊都坏了 宝哥 胳膊哥那绳 吊着呢 吊着绳就进过 老板呢 杜城讲话 老板呢 喊了一嗓老板呢 这时候啊 从这个屋里面 这么一出来 谁呀 这个不是别人啊 马富海 听着吵着把火就出来了 领了两个服务生 也谁 说那个 哎哥们 你们这是 哎 再瞅瞅谁 再瞅瞅旁边的宝哥 宝哥被打在鼻样 一下就反过劲了 啊 你们这是 哎呀哎呀 哥们 这 杜城讲话 咋的啊 宝哥 就他打的啊 宝哥一瞅 因为马富海没打不说 马富海还拉架了 这 宝哥也听讲理 宝哥瞅瞅他 那个 他没打啊 我不知道他干啥的 哥们 刚才打我那小子呀 给他叫出来 啊 还有你家的保安 都这么过来 大厅里面有几个服务生啊 当时就被吉利老黑 他们就给圈一起了 靠你妈的 过来 过来 哎 服务生讲话 干啥呀 我我跪下 跟我有啥关系 但是这时候屋里面的赵翔 也听着吵着巴过来了 因为他家保安跟服务生 加在一起 有的小二十个吧 哎 并没胖 赵翔从里面的就除了 马富海也吵不着 哥们 咋个事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啊 别吵着 别吵着 这不也就都过来了 都过来 往前这么一上 啊 都站在跟前往前一上啊 瞅瞅 赵翔也瞅 哎呀 我当贼呢 哥们 咋的啊 不服气 找人了 因为一瞅来的这些人啊 十五六个人 他手下二来个保安跟服务生 他也没怕 而且这个老板呢 这个蓝金鱼大喜鱼的老板姓蓝 这小子也挺 也挺够用啊 挺牛逼 自己心里有底 咋的啊 啥意思啊 咋他妈的 咋的不服气啊 啊 找人了这是啊 啥意思啊 咱这还砸人家店呢 宝哥瞅瞅 操你嘛 就这笔打的我 一直呢啊 老黑跟金铃 给后面往前这么一窜 你打的宝哥啊 啊 这笔一瞅 本来还挺不服气的啊 抬头一瞅 因为金铃跟老黑 他跟这个普通的这些保安服务生不一样 金铃老黑的社会不说 而且金铃的后妖 啊 明晃晃就别个枪 枪霸子还给外面支了 这呢 啊 他是一瞅 真正的流氓的能一样吗 金铃改广州人就大哥机 你瞅 金铃过来了 而且后面戴枪呢 赵强当时就软了 就没那么硬了 大哥 不是 干啥呀 至于吗大哥 宝哥讲话 你妈的别废话啊 杜城讲话 操你妈 把你家老板叫来 你家老板呢 把老板叫来 这马富豪讲话不是有话好说啊 咱家服务生可能不懂事啊 刚才是 好像跟这个大哥发个冲突 你这么点啊 我给老板打电话 宝哥讲话 给鸡毛老板打电话 跟老板没关系 就揍他 一直在 一直这个 赵强 跟前赵强 这七八个服务生 八九个服务生 没反应过 就是赵强一瞅 去你妈的吧 这帮流氓的 垃圾不倒吧 而且拿强 那不是纯纯黑色汇吗 赵强也就是小流氓 他家洗衣 后面有门 赵强趁着他 跟这个马富豪说话 赵强 就钻后面去了 直接 三猴子一瞅 套去嘛 又跑 等追出去 人这小子上后院里面 后门一冲出 后院有个大墙 啪啪一口 就是上墙 直接跳墙跑了 那边那个 三猴子跟 老黑他们追出去 之后一瞅 人都已经没眼了 讲话不跑 不跑是傻子 在这种情况下 你把几个大哥 回来一瞅 成哥 跑了 跳墙了 跑了 打个一瞅 你说你都啥 来帮我报仇 你进入就渴 跟他费鸡毛话 找他什么老板 跟他老板鸡毛关系 不是他老板打的 我就那小打的 我打跑了 还报鸡毛走了 都常去吵 吵着个鸡毛 跑在那儿 跑不了庙的 你吵着什么玩意 吵着呢 吵着 来 把这些都打跪下 吉利老黑他们上去 包括逃墙他们上去 去你妈 天哪 扶上一跑 哎 哎 你别打我呀 这时候吉利把他们枪 往出去掏 就是两项 就两项 半夜十一点多 屋里面老铁 洗澡的客人呢 没多洗了 有的都睡觉了 给楼上啊 他家有特殊屋那种服务啥的 什么地方啊 啊 放银花呀 不知道咋个事的啊 有的下来买单 那客人一瞅 没有他 一帮流氓了 这时候服务商就不配话 全那么跪地去了 大哥大哥 大哥跟我们没关系大哥 那保安 尤其是锁那个保哥车的 那个保安 那保哥保哥看着呢 操你们这小公公司吧 上去这家 骗了 给这帮小打了二个都跪去 马富海他没打啊 这马经理一瞅 不是 哎呀 吉利大哥 吉利大哥这么点 我说两句话 我是这块的经理 你们这样 给我个薄面 啊 咱家这个 这个老板呢 啊 这个 在家不知道 啊 这么点我给老板打电话 老板来呗 啊 老板来给你们 给你们道歉也好 赔钱也罢 这别打人的 都常瞅瞅 宝哥 那小跑了 他也跑不了 操你把他找到老板 宝哥瞅瞅 好 你妈 今儿 今儿老板不来啊 今儿那小叫叫什么 叫赵啥 啊 他叫赵强 赵强要是我 他妈找不着 你家洗衣就别干了 听听听明白 你家刚开一个月吧 对 我家就开一个月 你家开一个月 给你家就疯他啊 你你等着 你把老板找来 哎 行 我找老板 这时候杜成他们 就在大厅那个沙发上 就坐下来 还有宝哥他们 就都坐下 哎 有人说是这老板硬啊 老板有点实力啊 能开这么大洗浴 当时投资也得是三五百万以上 在北京城好的地方 啊 然后这个 这我说的可能都少 人家的洗浴五六成的 这个老板 我家都睡觉了 半夜十一点多钟了 这老板姓蓝 啊 因为他家叫蓝 蓝鲸鱼嘛 这老板姓蓝 啊 他原名叫蓝鲸生 展区馆叫蓝鲸 啊 因为这个好记 这蓝鲸生哥 给家都睡觉了 他媳妇也睡觉了 啊 电话就响 说 生哥你电话 啊 谁是 能有个四十六七岁 哎 啊 谁啊 哎呀 生哥 我啊 富海 生哥起来吧 穿上衣服 自己开个车 在那边就来了 在半路上 电话就打给谁了 就打给当时不是别人 就打给当时山说这个赵强了 那赵强刚才从这个小区后面跳完墙跑了 这小子他妈报警了 啊 老板就打过来了啊 圣哥 哎 啊 谁啊 赵强啊 啊 圣哥 你在哪呢 你他妈一天天的 他妈这这这鸡毛马分 又就把谁打了 而且人家这边要砸电要干啥的 你还跑了 圣哥 我不得不跑啊 这帮逼养的社会啊 拿枪来的 那后那那后腰都不看别的枪 我不跑 他妈的打折我腿 就那逼党 你该拿的 我我报警了 老板啊 我估计阿三一会就到了 行了 那你先别回来了 啊 我看看咋回事 他他妈的 咋我电 他妈估计有点实力 我去看看咋回事 处理完再回来吧 啊 好嘞 嗯 电话八灯一六 车往门口一停 四十七八四 啊 长出小胡子啊 四十个人戴个眼镜 挺有钱的 大哥 车厅门口 你再开一个奔驰 就进屋 一进屋 一瞅 屋里面保安啊 扶生 跪的跪 蹲的蹲 啊 然后再瞅瞅这帮人 那基尼老贼他妈 在那个阿姨这儿 二红三猴子的 啊 你他妈牛啥比 你家那保安叫什么 这这这这这照墙的啊 我不送你说话 你把那照墙给我找回来 啊 就那照墙领的人 刚才给我揍了 就因为我把车 听你家 听了啥了 那是什么你家的吗 啊 你家是不想干的 你看那你不找他回来 我砸不着你家电 蓝生一瞅 老弟呀 就这点事 你们出来洗澡 照这种来消费 不管上谁家 说明你们的经济段位 也够了 跟保安服务生叫啥去 啊 那算啥能的呀 是不是 而且啊 如果说我们家服务生 让跟你打了 这个 我这么说 我代表这个服务生 还是代表我家店 我跟你道个歉 啊 还不行吗 是不是 没多大点事 不至于啊 把个假话 不至于个单日不至于 我跟你二十分钟时间 你不把那照墙找回来 你家的店 我就给你砸他 啊 给那谁 给给给给给 给崔子王打电话 让崔子王来 叫人 给他砸他 小声瞅瞅 大哥呀 你把你家那个 叫赵强的叫回来 不难为你啊 因为给你家 御辞没啥关系 但你要是不把他找回来 你家的店 肯定给你砸他 说跟你们好话 说了半天 啊 咋的听不进去啊 啊 还要砸我店 不老弟 你们啥能的呀 砸我店的 啊 我不是告诉你们 特牛逼 你动得一钻一瓦 是是 你有魄把这个楼上楼下 我这一共六成楼 你全给我砸的 你看能不能白砸 我开这么大水域 能把你砸 啊 杜成说啊 怎么的 叫板呢 我不是叫板 你你试试 我不是刚你们 你们砸的 你有魄 你就全给砸的 保哥讲话 别废话 杜成给打电话 给崔子王打电话 让他来 杜成这工人 就要拿电话 打电话 啊 但也就在这时候 门口 哒哒哒哒 有几声 这个警笛跟大哥上 车就停门口 来了两个警车 啊 领头的啊 又七八个人啊 领头的都照装来的 大晚上的啊 一推门 一瞅 那保安跟那个服务商 给大厅里还没走呢 都被打的 那个逼样 是 有的那个 就跪的都起来了 带也都给旁边 都受伤了啊 蹲那出 尾那出 这时候这个蓝声一瞅 哎呀 好啊 正好啊 这警察同志来了 来吧 啊 这回很热闹了啊 哎 警察同志 来来来来 我是这老板啊 那个我们家报的警 他们要砸我家店啊 来来来 你们看看吧 还拿枪拿炮的啊 黑车会 来来来来 把他们都带走吧啊 杜成跟宝哥抬头瞅瞅 这时候来的 这个人领头的就说了 谁啊 谁他妈要砸店啊 谁我看谁 骂了骂的 骂的啊 该我这管辖 他们 那 这 嘿嘿嘿 啊 杜成跟宝哥一抬头 我怎么的 啊 我 大哥 你怎么在这呢 啊 谁啊 老铁 领头的人啊 这不是朝阳吗 这个 这个领头的人吧 是朝阳巡防队的这个队长啊 还记得那天咱们讲的那一级 副队长把那个啊 那谁给给给给给抓了 然后那个队长来了 姓赵 叫赵志高的 记得不啊 那赵志高赵队长来了 缘分的 瞅瞅度成 哎呀 诚哥 啊 诚哥跟宝哥抬头 哎呦 你爷老爹 这时候啊 这个 蓝 蓝老板一瞅 哎呦 我操你吧 咋的 认识啊 啊 这 咋的了大哥 啊 这因为点啥呀 这是 都说假话了啊 这不吗 我宝哥来洗澡来了 把车厅他家门口的上那边洗澡了 不乐意了 隔机多他妈小 把我宝哥给揍了 操你妈 车还给整坏了 啊 我来理论了 这比他妈保安队长打完人跑了 这老板来啊 跟我俩五五双双的 我要砸他 砸的电 啊 砸的啥意思 你给他看一会儿啊 还怎么呢 嘿嘿嘿 诚哥 开玩笑 你们 诚哥 那我能给他看吗 诚哥 要砸电 啊 对 我要砸电 那个 诚哥 别整出人命 都好办 那个诚哥 那我就回去了 我不方便 给他嘎的 啊 你回去吧 啊 对了 哪天跟你们处局长 那个喝酒 啊 我打电话 回头叫你一声啊 老弟 哎呀 那太谢谢了 诚哥啊 那回见吧 诚哥啊 啊 那大哥 哎 抽宝哥 宝哥一抽 啊 不待会儿了 不待了 不待了 啊 哎 就是小声区位 能听个差不多 这这老老板一头 怎么的 老习不啥呢 哥们 哎 哎 哥们你们 哎 这时候啊 这个赵立高一回头 瞅瞅来老板 大哥啊 不是你们赚 不是 大哥 那个 别报警了啊 你这个得罪 不该得罪的言了 我这么跟你说啊 你都难为我们 没人再能来了 啊 大哥 你别说我了 你就我们局长来 他也白扯 啊 大哥 你呀 信我话 你好好跟他 唠了得了 没多大点 逼事 是不是啊 我就走了啊 大哥 哎 哎 哎 转身 这赵队长 瞅着啊 收队 什么都没看着吧 什么都没看着 出门开车走了 哒哒哒哒哒 你这样啊 老弟 咱家买卖刚开业 图个好彩头 你这么的老弟 我还是那句话 我那些老弟啊 赵强 他不懂事 他毕竟代表我们洗浴中心 我代表洗浴中心的 我给你们道个歉 诚挚的道歉 啊 你看人家 你们也打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不行呢 你看这哥们我打了 我拿点医药费也行 你看还不行吗 咱就拉倒得了 是不是 哎 我也不想把把这事整大 整大也没啥意思 而且我这么跟你说 什么啊老弟 你就真把我这家砸了 你也未必能砸了 因为你想想 我开这么大的区域 你说 我上面不一定有点罩着吗 是不是 哎 所以说砸了吧 我跟你说 这事更难办 啊 你看行不行老弟 宝贝贝这声 多少吵吵他 你这前面说的那几句话呀 还他妈是个人话 啊 大哥 但你他妈后面又插话了 还整个砸 你不能白砸 啊 你有瘾 来来来来 谁他妈罩着你的 来 我不吹牛逼啊 你把你罩着的 北京城 谁罩着你 你给他找来 哎 不管是黑的是白的 我今天我陪你玩玩 是不是 你妈的 啊 跟我俩吹牛逼 还砸你不能白砸 你看我白白砸你啊 你些人来不全 我都不砸你啊 啊 找人吧 把个人去 找人 妈的 人不全都不砸你 此时这个经理啊 这个老板 老男吵吵 哎呀 老弟啊 既然你们这么不识台去 我的欠也到了 啊 里的面都给你们了 但你们还敢这个啊 整这厨啊 那我今天我就陪你们玩玩 你看看是你能把我垫砸了 我还是能把你们收拾了 行不行 都上去瞅 哎呦我擦 啊 擦你妈的 你这给我交绑的你啊 啪 你个嘴巴 哎 别爱你 你打人的 起立点范 我打 来 小川点范 别别别 要他打点范 啊 他不砸硬吗 来你把砸找来 啊 你他妈找来 行 陪你好好玩吧 啊 你要不要我找人啊 你让我找人 别打我了 你找吧 不打你了 行 我操 这大哥当时小陈一个大嘴巴把他眼镜都打打打打打就不差点没掉了啊 戴上了 哎 这笔的老花镜了四十七八了到一边把这电话就摸出去给摸出去该说不说这老板确实挺硬啊老板电话这么一打很快在当时北京的一个大院里面一个大哥就接电话这个大哥呢有个四十二三岁啊你看咱打电话这个老板那四十七八这个大哥也有个四十二三出头四十四十六岁吧就我的岁数啊大哥睡觉接电话 喂啊谁啊 小军啊我你姐夫啊姐夫啊这么慢打电话呢 小军啊家里面玉石出事了你这不定你来一趟 玉石出事玉石出啥事呢 哎呀别提了咱家那个鸡泊保安呢也这么不长眼啊惹了一会麻烦人因为停车的事给人打了但来这些活不好惹就拿枪拿炮的把你家的服务生都打跪去了 我来了我给道歉都不行谁得把你家垫砸了我看这帮人有点实力啊 我是谁啊还把人打跪下了还拿枪了 那个小舅子我这么跟你说啊这帮小的可被小看他们你真的带点人过来啊因为啥呢因为刚才阿兹来了那个朝阳的来阿兹的进屋啊 他明确表示要砸我店那阿兹没敢管不说还跟他客气急你说他们气人吗啊 咋的啊阿兹都没敢管 我过去啊我我我傍享人之内道解放你放心吧我过去唱去吧我看看谁行你来吧啊我瞅的样子好像社会你赶紧过来吧等着吧专门收拾社会 这大哥姓谷啊 这大哥姓谷叫谷立军 这谷立军马上就叫手下这个人家别说他我看他这个级别他够不够配 啊不一定是说配的啥他通讯员肯定是有哎通讯员哎进屋小屁报告去啊进阁他妈的啊叫叫叫叫叫叫两个牌跟我出去办事把武器库开开拿拿着武器啊是吧吧吧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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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一会啊他也是队伍上的人很快从这个机动一排里面就出了这么一个牌吧出了两个牌两个牌大概多少人五六十人 上了两辆大绿色卡车这个大哥呢做个吉普的白牌子从这个队里就出发了 都上讲话呢我他妈不教人我他妈那他在找流氓找啥再给我咳这哈 他妈渡成拿电话吗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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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电话也播出去 打给谁来 打给当时这个不是别人打给丰台区的大哥崔之光广哥来啊小广 广哥和百度进增的夜生说刚刚开始十一点多干嘛没睡觉 因为百度进增除了搁厅还有这部赌场大的 这广哥给自己家中那个买卖的啊电话就下了 哎啊啊成哥啊小广 广哥在百度呢啊我在百度呢 你这么点那个我告诉你个地儿 在这个北京朝阳区有一个叫南京于大喜遇的黎智哥家两条街啊 在红利灯左拐那高的啊咋的呢 我这个你宝哥洗澡他妈妈给揍了啊 我们来了年纪老板叫人了咱也不知道他们叫的是谁啊 你过来这么点你带着兄弟来啊 我这家人有点那么不够用 你过来来人来全了咱把他电给砸去 成哥等我我二十分钟啊 电话八灯一料崔之光告副委 集合兄弟们把家事带上点 他妈的成哥有麻烦跟宝哥 废话不多说 人家崔之光也带上一帮人往这干 崔之光先到的啊 这个队伍还没来 崔之光车往门口哗哗一停 他来的多人呢 晚上也不多啊 来的那有三十多人吧 几个面包车还有轿车哗哗停门口 广哥一下车 因为广哥给六三门呆过 原来我也讲过啊 这笔这笔会打仗的 那给六三门当过教员的啊 相当于林聪那个家 下车这部分 有几个小子还拿着长杆子 还有五连法子 包括片卡钢管的啊 拿着短霸子去进来了 啪啪一推没救 谁啊啊成哥 唱你吗 咋的啊咱们的 杜成杜成一手啊 广哥来了 广哥来来来来来 等一会儿 咱那么先兜手 好像咱那么怕的似 广哥讲话呢 坐下都等一会儿 广哥坐这边 广哥刚坐下不到十分钟 外面就来人 啪啪啪啪 门口哐哗哗 听两个绿色 这个大卡车 紧接着旁边 一个绿吉普三台车 并排停那 堵门口啊 啊 改屋里面坐这个 对着门 那个玻璃 能看着吗 啊 这个老板 蓝生大哥一瞅 我今儿来了 直接就退门就除去了 啊 这时候从车上 劈了啪啪啪啪 就往前跳人 啊 来 向上去 向上去看 少许你这 啊 报社长 队伍系统完毕 请指示 原力待命 是 少许 紧接着啊 蓝生大哥往前一上 就是啊 你可来了你啊 你这这这这这 屋里面这么多人啊 这这这这 差点没砸我店 你赶紧进去看看去吧 谁啊 我那么看看 他往屋里 他们从车上往下跳的时候 屋里的人就看见了 知道吧 杜成跟宝哥 包括这个谁呀 夹带夹带一瞅一样 成哥 来队伍上的眼 小对对来了 要是别人 他妈一看着小对对都迷糊 刘勇一瞅都迷糊 刘勇是专门 怕小对对的啊 你咱们讲的刘勇 刘勇碰小对对的 BSO 但是在北京城 杜成跟宝哥 要是看着小对对的人吧 他不但不害怕不说 还挺兴奋的 宝哥说啥 小对对 操你妈哪个小对对 小对对来的咋的 杜成讲话呢 啊 小对对来 好 要不是小对对来 我跟你说 刘芒来还不好吧 你小对对来 今天我跟你说 我真的让他值得值得 谁硬啊 这时候 人家这边人家谁啊 啊 姐夫咱说老蓝 领着当身小舅子 叫鼓励君进屋了 啊 人没权进了 鼓励君进屋 能有一半人 射给赶外面 啊 人家但是人家拿的是 真枪实弹的 去进屋了 吃了个小五个 后面一围 啊 鼓励君进屋 谁啊 谁要怎么咋的 没王法了 啊 来把他们都围着 胡拉下 这十五六个 拿家伙事 都是连发的 小八一 啊 就围着了 这时候 宝哥往前一站 都被打了宝哥本身啊 怎么的 啊 咋的 拿枪咋的 小队队咋的 秃秃我呀 来来来 你他妈打下 我试试 啊 小陈也瞅 不是你们哪个 小队队的 啊 不是咋的 你整整整整整 整整整整 整整整整 都图图死贼啊 啊 小队队的吗 不 我今天我给你提个人啊 哈 你们小队队的 韦涛 韦哥认识吗 韦涛他爸 韦力军 那他妈我好大哥 韦涛 韦哥认识吗 用不用给韦哥打电话 来 王哥 给韦哥打电话 那过来 啊 你 你 你们你们认识 认识韦涛 啊 对啊 用不用给韦哥打电话 啊 你们认识韦涛 行 你这么拿 我给韦涛打电话 啊 还真小看你们了 那你们认识韦涛 我给韦涛打电话 哎 这比也认识韦涛 该说北京那么多系统 要说也干言了 他也认识韦涛 啊 所以你们别吵着啊 不认识韦涛吗 不用吵着啊 韦涛啥呀 韦涛他把韦涛军 啊是 啊 总督查我认识 韦涛我给打电话啊 我给打电话啊 好